这是什么东西?给老师先读一下 宁丹妙药 来大声一点 宁丹妙药 什么意思? 其实它是有两个字 一个是丹 丹是这种原源的这种叫丹 像太上老君就念丹的 就是这种丹药 这种药的一般是指药材 像这个是宁芝 那么宁丹妙药的什么意思呢? 是说这个非常有作用 你看这个小朋友原来生病的 躺在那里了 都感觉sick了 他一旦吃了那个药 马上怎么样?就精神状态好了 可以出来打篮球了 这是夸张的说法 就是说这个药非常大的效果 他一吃马上就有效果了 叫丹丹妙药 那么刚才讲到了孙悟空 孙悟空找到谁?找到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说你放心吧 我在净瓶里面的杨柳汁的水啊 是宁丹妙药 我曾经啊 太上老君把一段烧枯的树啊 在念丹炉里面念的都枯了 出来之后 我这水一放进去 它就活了 所以我这个水肯定是什么? 宁丹妙药 可以救活那个倒了的人生果树 果然 那个观音菩萨到了那个振元大县那里 那个净瓶的水一出来 这个树怎么样就活过来了 哗啦哗啦就活过来了 而且又什么又重新长回来了 掉在地里面的那些人生果有什么样 一个个都跑上来了 挂到树上去了 这是什么? 宁丹妙药 后来呢 现在我们经常用这个词语比喻什么 这个方法特别明 特别明 譬如说吧 举个例子 有些时候你们可能遇到一些小困难 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小朋友什么 宁静一断 我有个好办法 结果这个办法帮你解决了困难 马上也说什么? 宁丹妙药 好 跟老师来读一下大声一点 宁丹妙药 会读了 再来一次 宁丹妙药 好好 好